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提到传统社会是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福利都受到权力关系的巨大影响 这也是中国人尤其注重搞关系 而西方人却可以有更多精力自由地搞专业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 一个权力可以肆意妄为的社会 你要么削尖脑袋,历经艰险攀爬权力的阶梯 要么就远离权力漩涡,甘于无名无利 人权也没有保障的普通人的生活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谈一谈权力运行的秘密 以及普通人在权力体系之下如何自保,少受其害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Maskita写了一本书叫做《独裁者手册》 用来解释权力运行的秘密和政治生存的逻辑 这本书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 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 作者认为一切权力体系,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 都会形成两个集团,即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 统治集团往往人数较少,他们垄断所有权力 享有权力带来的诸多特权 而被统治集团在人数上处于多数 但是他们受到统治集团的控制 作者指出,独裁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区别 主要在于统治集团人数的多少 如果统治集团的人数很多 那么这个国家就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 反过来,如果统治集团的人数非常少 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 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极权国家 统治集团是领导人的盟友 但是由于他们掌握着推翻领导人的手段 他们同时也是领导人的最大敌人 一个权力机构的领导人 要想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为统治集团服务 而不是去取悦全体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 或者希望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 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 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 却常常可以稳定掌权几十年 对于独裁者来说 保住权力的秘诀 就是要好好地回报统治集团对自己的支持 绝对不要为了取悦人民而损害统治集团的利益 同时独裁者也要让统治集团越小越好 因为统治集团的人数越少就越好控制 收买他们要花的钱也越少 对于领导人来说 统治集团成员的能力并不重要 甚至反而有害 忠诚才是最重要的 而统治集团成员的忠诚是可以收买的 独裁者用腐败的体制来收买统治集团成员的忠诚 有很多的妙处 一方面允许他们腐败可以诱导他们忠心 而如果怀疑他们不忠 那么随时可以用指控他们腐败来除掉他们 一个独裁者往往也要走投票选举这些过场 因为这通常能给独裁者提供信息 搞清楚谁是支持者 谁是对手 他们都在哪 同时这也是领导人显示强悍的一种方式 收获高票支持是给体制内外的精英界层看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和领导人同心同德才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为什么说如果统治集团的人数越多 这个国家就越接近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呢 这是因为如果统治集团的人数很多 那么领导人管理统治集团协调他们的利益 就不得不更多的运用普遍的民规则 也就是法治 而如果统治集团的人数越少 那么领导人管理他们 就往往越会运用效率更高的暗规则 也可以说就是黑社会的规则 民规则最讲究的是公开公正 而暗规则最讲究的是忠义 是私人的忠诚与回报 一个独裁权力体系的发展逻辑 往往是独裁者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为了应对内部的压力就需要越来越收紧对统治集团的控制 而这往往也就意味着要减少统治集团核心的人数 使统治集团越来越内卷化 这时内部是暂时稳定了 但是整个体系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小 最终达到内外交困时就会导致整个权力体系的崩塌 从中国历史上看 中国的皇权独裁体制始于秦朝 从那以后独裁专制就绵延不绝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皆行行政法 但是皇权体制也在不断的经历崩坏复兴 再崩坏再复兴的循环 有历史学家将中国的皇权体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晋称中华第一帝国 第二个阶段是隋唐宋称中华第二帝国 第三个阶段是袁明清称中华第三帝国 在这三个阶段皇权的专制技术是越来越高 对内的控制是越来越强 然而统治集团内部也越来越类远化 产生人才的逆向淘汰 秦朝奉行的是法家商鞅韩非的权术 汉朝加上儒家的统治技术 唐朝加上科举制度 明朝又加上严密的户籍制度 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吸取 前朝衰亡教训的基础上 为专制制度打上更多的补丁 使皇权越来越集中 汉朝时有七王之乱 唐朝时有藩政割据 到宋朝时军队的控制权 就开始被牢牢的掌握在中央手中 明清两朝更是积极消翻 使皇权独大 秦汉初期时宰相的权力还很大 宰相多出身贵族功臣 基本上可以跟皇帝平起平坐 汉武帝开始通过启用平民做宰相 有意识的弱化了宰相的权力 到唐代的时候 宰相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而是一个班子 什么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都叫宰相 到了宋代的时候 宰相跟皇帝对话已经没有作为了 必须站着回话 而到了明代的时候 朱元璋干脆把宰相撤销 变成内阁大学士制 为了制约内阁又搞出一个司礼监 禀彼太监 最后明清两朝的皇权 都不得不任用太监 特务或者家奴来掌管权力 维护集权体制 无论是明朝的首府 还是清朝的一品大员 见到皇帝都要三败九寇 清朝的满族大臣还得自称奴才 这样的体制必然盛产奴才 压制人才 所以虽然内部暂时稳定了 但是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却越来越小 汉唐时 中原的皇权尚能够摆伐匈奴 使万邦来朝 唐代之后 中原的汉人政权 只要建立都会毁于外族 到了明清 就更是只能够通过闭关锁国 来维持统治 在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 如果选择与权力共武 往往意味着超高的利益 但同时也意味着超高的风险 有统计说 中国古代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超高 使其平均寿命反而远远低于普通人 也有古语说 半军如半虎 然而 对身处权力体系之下的人 即使远离权力漩涡 也难免受权力之害 那么普通人应该如何自保呢 我总结有三个要点 第一 是要避免被大人甩锅 第二 是要避免被小人陷害 第三 是要尽量成为你所在的权力小单位的外联节点 第一点 如何避免成为背锅侠 我们要知道 每个人都会犯错 而身处权力体系中的每一级官员 在犯错时 都有向下向外甩锅的需要 他们在权力场摸爬滚打 也大多精通寻找背锅侠的技术 他们甩锅的对象 往往是一些临时工老师人 等无力反抗 也没有反抗意识的人群 关于甩锅 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三国时曹操打仗 由于军粮不足 借管粮官的人头来平息重路 稳定军心的故事 对于这种类型的锅 要求处于底层的人 要有极强的预防意识 不仅要管好自己这一摊 也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领导 所面临的风险 提前预防 能躲就躲 远离风险之地 因为领导的风险 随时可能都会转嫁到自己的头上 关于如何躲锅 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是《喉咙梦》里的王熙凤 如何应对自己的公共假设 想找甲母的丫鬟鸳鸯做妾的事 王熙凤心知 这件事必然会惹怒甲母 但是自己又不好拒绝公婆要求帮忙的指派 所以他采取的对策就是表面迎合 但是私底下却躲得一干二净 除了预防黑锅 躲避黑锅之外 面对躲不掉的黑锅 我们还要有保留证据 分清全责的意识 必要时 要有把丑话说在前头表现的刺头一点的勇气 这样多来几次之后 你身边像你甩锅的人就会渐渐变少 因为他们知道你有预备会惹麻烦 第二点 如何避免被小人陷害 在一个极权体制中 往往会小人猖獗 这是因为极权往往是需要通过调动 人们心底的恶来巩固自己权力的系统 领导们喜欢任用小人是常态 因为这往往是领导们维护自己权力的需要 在这种环境下 普通人首先要学会识别那些喜欢向权力献媚的小人 要远离这些小人 免受其害 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三国时管林 革席绝交的故事 管林和华欣是同窗好友 相约一心钻研学问 有一次他们同坐一张席子上读书时 一个大官的车队经过门前 管林是不做理会 但是华欣却丢下书本去围观 管林于是革席分座与华欣绝交 因为从这一件小事 管林就看出华欣是一个会向权力献媚的小人 有时候遇到小人躲不开 我们还要学会反击小人 这时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叫破小人 让众人看到小人的真面目 关于如何制斗小人 老梁有很多精彩的论述 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点 要尽量成为你所在的权力小单位的外联节点 在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需要依附某个权力体系 在权力体系之外的人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和保护 普通人要想既受到权力一定的保护 而又少受权力之害的最佳策略 就是把自己放在权力关系网中 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那么什么位置最有利呢 就是处于一个权力体系的边缘 并且能够成为这个体系向外连接的节点 如果你完全处于一个权力关系网之中 不仅竞争期裂 而且往往是同志竞争 容易泪卷 还有不管你的关系有多么铁 如果你对关系网本身没有额外的价值 你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 那么你所处的是一个很脆弱的处境 因为你对这个体系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这个体系却是你的全部 一旦你被这个体系抛弃 你就会一无所言 而当你能够跨越多个群景 并且有在他们之间做中阶段的能力 那么你对每个群体的价值都会变大 这个时候你所处的位置就是最有利的 我是老刘 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 谢谢大家